接下来,为了确认我们学过的PLC控制,我们来进行接线练习。 请大家准备好接线练习样机。 在接线练习样机内部和接线图一样,安装了以下零件。 电源、按钮、蓝灯、红灯、继电器。 但是各零件之间没有接线,所以我们用螺丝刀,使用附属的引线进行实际接线。 为避免触电危险,在确认接线结束之前,请一定不要接通电源线。 接下来,确认电源是断开状态之后,请从一号开始按顺序接线。 通过编号和颜色,大家可以区分各条引线。 把直流电源端子的四号、五号端子重叠,用螺丝进行固定。 最后,再确认一下有无接线错误。 终于可以连接电源线确认动作了。 打开开关,使继电器的B触点接通电流,蓝灯点亮。 按下按钮,继电器的线圈通电。 A触点吸合,红灯点亮,蓝灯熄灭。 松开按钮,继电器触点断开,原来的蓝灯点亮。 大家都做对了吗?